中秋节前夕为了回馈地方 中华三清功德会透过新院张怀文的引线 集结社团会员们的爱心为问津 亲自送到了寿风箱弱势民众手中 让地方上边缘家庭或者是孤独长者能够过个好劫 为了帮助更多边缘户感受社会温暖 中华三清功德会花联办事处主任吴玉国 与协会干部门在中秋佳节前夕再度来到寿风箱 分别为每户准备了红包与月饼 共造福十二户家庭 而其中议员张怀文更是全程陪同 除了协助联系相亲接受关心慰问 张怀文就会亲自带领协会成员 穿梭各村亲自前往家中送上关怀 中华三清功德会是我们这些委员非常有爱心 他希望借着中秋佳节特别来关怀一些弱势 虽然是小小的这个爱心 不过也表达我们的心意 那我们是自己委员也集资了一些物品 还有一些现金来慰问来祝福他们 希望虽然他们目前的生活并不是很好 我想有大家的关怀之下 他们一定会过一个非常好的中秋节 张怀文表示很感谢地方有许多三星人士长期投入公益 适时的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我们这次利用中秋佳节跟张怀文议员辅助 共同做一些地区的访试 由张议员提供了一份访试的名单 由我们公德会提供一些月饼礼和 以及一些慰问金 来让我们乡亲一起过一个圆满的中秋佳节 其实中华三清公德会 除了是每年中秋佳节前夕 都会来到树丰乡发放佳节慰问金 种种散举都让人感到窩心 也鼓舞了不少的民众 未来相信大家做公益的脚步不会停歇 更希望有更多社团民众一同加入 在社会上形成善的循环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 提供 这期间感到这期间感到